第六段,第一段是這個 批示下載 你可以Ctrl-C、Ctrl-V貼上 第二段的話是這個 刪除不要的列 Ctrl-C、Ctrl-V 第三段 第四段 資料剖析 第五段刪除B欄 第六段的話就是把前五段整合在一起 Ctrl-C、Ctrl-V 反正頭一定是Sup,尾巴是End-Sup 貼完之後,應該得到的結果 就會跟剛剛的程式會是一模一樣的 我剛剛這是第一段 這是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然後這五段都把它變成Ctrl 所以這個最後一段其實是整合上面的所有動作 至於那個細節我就不要再Run了 不然每次都慢慢Run 好像其實蠻花時間的 但是不花時間你又不懂 那真的是 所以細節的部分請各位自己回去看吧 因為這真的蠻花時間的 然後如果你想要慢慢Run 你就按這個 其實特別執行 你要在這邊執行 那如果你要 你這樣一Run就全部就執行完畢了 如果你想要看細節 我前面講的1058 有沒有 它會一行行跑 如果你不懂 沒關係 你再把這個視窗移到旁邊 然後慢慢去看那個Exail有什麼變化 你再去理解 當然你說老師這樣有點慢 有點像區間車一樣慢慢一直跑 跑太久了 我有點受不了 如果你實在是不想讓它跑的話 你可以在你想要 追蹤的那個地方設一個中斷點 比如說我想要在資料剖析的地方停下來 那它會就全部跑 跑完之後資料剖析的地方 它會幫你停下來 那你再去看 有沒有 就有點像直達車 拿一暫停就好了 有沒有 它會跑到哪裡 跑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邊有中斷點 停下來有沒有 那你再去看 它怎麼PO的 你在這個時候 你在按F8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 追程式的小技巧 其實程式就這樣寫出來的啦 OK 但是它也不會是一下子馬上全部寫完 它一定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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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累積 那我們只是把它稍微切細一點點 但你說老師還是很複雜 沒關係你再切 比如說你說這個可以切成兩個 也可以啦 只是有些切太細有時候沒什麼意義 有時候切太細你覺得OK 你就再把它集合在一起 然後這個你按F8 它就幫你 然後最後的話就跳到這一個 刪除B欄 有沒有 B欄刪掉 然後在AutoFrees就自動跳到欄寬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把VBA放在這一側 然後去觀察你資料的變化 我想你應該就知道 每一行每一行它到底在做什麼 OK 特別是很重要 每一行都很重要 一個地方都不能不了解 因為不了解將來就是你的 可能會程式出錯的地方 這個可能要跟各位講一下 好 因為細節實在太多了 我們就沒有那麼多 不對 糟糕 放錯地方了 應該是在這邊執行 就執行到這邊 所以原來資料就被蓋掉了 剛剛那個 沒關係啦 反正這個剛剛的東西 其實我們就什麼 就是那個編號 然後機率 然後就是它的排名跟前七名 可能就 不要 我把它關掉重開就好了 我不存檔 會不會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名有沒有 然後它的前七名 那排名比較簡單 排名的話其實用Rank.EQ就可以了 所以插入函數的話 一樣找到統計類裡面的話 R開頭的 R1 Rank.EQ 那這個的話就專門排序的 OK 排名次的 所以 Rank 不過它其實衍生一個叫Rank.AV區 當然你說 老師這兩個不是都Rank 那以西爾2007以前的版本 只有Rank 沒有Rank.EQ跟AV區 但為什麼一定要用Rank.EQ 其實到底很簡單 這個Rank.AV區非常的奇怪 它如果排名如果一樣的話 它變成 兩個 變成它名次還有2.5的 比如說假設說你今天第一名第二 第三名重複 第三名第三跟第四 所以它會把第三跟第四加在一起除以二 所以兩個都是3.5名 OK 那我一看 哇 這什麼 我排名現在有3.5名 兩個3.5名 這種東西 那所以哦 如果你假設不希望有出現AV區這種 Average 就是兩個平均的那個名次哦 所以這個不知道用在哪個地方哦 所以一般大概用Rank.EQ機會比較大啦 因為沒有人那種名次除以二的 名次還有 你們兩個第三名 那你們兩個都變3.5名 因為3加4除以2 兩個都變3.5名 不合不太怪 還蠻奇怪的 OK Rank.EQ就沒這個問題 按確定 好 那當然它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它的機率 Number是指的是它的那個什麼什麼數字 就是機率 OK 然後呢 R.E.F.就是它在哪個範圍之內的排名 哪個 就是這個全部啦 所以這個R.E.F.通常是指一個範圍 然後就是指的是B.2到B.2向下 所以一般B.2點一下C.EQ向下 其實就到B.50啦 那這個範圍通常會固定 所以記得在B.2的2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50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OK 不然等下向下填滿它就會跑掉了 你說老師他這個地方我可以把它變一個名稱 當然也可以啊 你說我把上面的這個名稱 像剛剛一樣 定一個名稱將來放在 可不可以啊 沒有問題的 OK 看各位習慣 因為我的習慣是 如果是跨工作表的一個很大範圍 我會用名稱 但是如果旁邊這種小範圍 我就斟酌一下 沒必要就不用 不一定每個都用定一個名稱 那你要練習也沒關係 就是這個可以改 改的方法 一樣嘛 就是先把這個底下的範圍選起來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叫機率就可以 所以我會先把上面的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優標放 Ctrl Shift向下 然後給一個名稱 貼上去按Enter 就有個機率了 然後我在這邊直接插入函數 用那個RANK.EQ的那個函數 直接一樣 按F3 它就取用的那個名稱 所以這個 它的機率 在哪個範圍 F3 就是機率 就指的是這個範圍 有沒有 按確定 然後呢 最後一個order的話 如果你省略的話 零或省略表示 地減 所以 地減一般用的比較多 因為 就是機率高的排上面 機率低的排下面 OK 理論上就把它省略就OK 如果1的話剛好顛倒 如果你要早的剛好顛倒 你希望機率越低的排名 應該沒有這種嘛 應該是機率越高越好 OK 所以這邊省略 按確定就可以了 像下填滿 好 這樣的話我就知道說 他們的排名分別是這樣子 但是其實這個排名 太多了 當然 主要我是希望說 我想要找出來就是 那個排名比較前面的 比如說剛好今天是禮拜三 禮拜五要開獎了 所以我禮拜五想要在禮拜五之前 再買一個希望 有沒有 等下經過投注戰的時候 我想知道說 歷年來到底哪七個號碼最多 我剛才買那七個號碼算了 假設啦 這個只是假設 不要當真 因為我把影片放YouTube上 就很多人留言 然後一直教我說 要不要請 老師你有沒有教人家算名牌 算號碼之類的 OK 就真的很很多耶 這個不升美舉 所以我們其實只是假設 如果我希望參考一下 前七名的話 那該怎麼辦 那當然啦 比較 幾個方法啦 要不然就是你用排名 排名把它怎麼樣 一樣用排序 所以排序其實還蠻好用的 把它排名A到D 它不就有前幾名出來了 那你再把這幾個名次 把它複製 有沒有 貼到這邊來 當然問題貼到這邊不對 因為貼過來之後 因為我們將來還要按照號碼 把它排回去 A到D 它又跑掉了 所以你恐怕還要貼到一個不相干的工作表裡面 然後再把它貼回來 可是問題這樣感覺有點low 就是有點好像不夠專業的感覺 所以最好的方法 因為你為了要展現你的專業 可能你要先寫一個程式 應該把函數好像沒有一個函數是可以幫你把前七名取回來的 所以這個地方恐怕用一個VBA來寫會是比較適合的 可是問題要怎麼寫比較剛好 還有啊 它這邊還有同名次 有沒有 第七名有兩個 所以你可能要取兩個號碼回來 沒關係 反正就是怎麼樣把那個排名先算出來 然後想想看 如何再把名次 前七名的資料幫我把它取回來 放在這邊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可能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一下 怎麼樣把那個前七名的資料列出來